今天看起来是要钓大雨 打窝,看谁打得多 那老刹,那你如果夏天打窝的话 跟冬天打窝有什么区别吗 夏天打窝跟冬天打窝是吧 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么咱们在夏季做钓的时候 打窝跟冬季打窝 为什么说有一些区别呢 因为冬季的鱼的食量它比较小 所以你这个窝子没必要打得太大 那么夏季的鱼它的食量比较大 那么我们这个窝子可以相对的打得大一点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在钓大雨的时候 都是在夏季休戒打大窝子 守几天 连续打,然后连续钓 那么咱们在打窝呢 夏季要根据你做钓的时间长短 来去搭配你这个窝料 窝料嘛 对 那么你可以看到 我这是一个颗粒的玉米 跟这个颗粒 好香啊 草莓香的 好香的 那么这个颗粒呢 它大概在两个小时以内 它就可以化掉 也就是说我这个东西下去呢 就是把这个香味出来了 是鱿鱼 对吧 那么玉米这种整颗的这种啊 化不开的这种啊 它其实就是鱿鱼的 啊 鱿跟鱿 对 一个鱿 一个鱿 那么 那么咱们在短时间做钓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鱿鱼要快 对吧 你今天钓一天 你肯定要鱿鱼要快嘛 对吧 那么你如果长时间三五天做钓 那么你可以鱿鱼的可以稍微慢一点 鱿窩的稍微多一点 嗯 你说白了 我短时间做钓 我就鱿鱼的颗粒啊 或者是粉耳啊 多一点 嗯 那么我长时间做钓 打窝的话 我就这种固状的颗粒 不会化开的 鱿窩的多一点 我经常听到钓友说 就是他去钓 然后当天钓的时候 等下打了些玉米下去 他今天没钓到 第二天去接窝的人钓得很好 对 这个情况经常会出现的 就是你第一天窝子打下去 这个鱿鱼不够 这个香味 你这个玉米香味 你会化的不够 是吧 鱿鱼没那么快 但是到了第二天过了一晚上 鱼进窝了 第二天接窝的报复了 便宜了别人 对 这个就是说 咱们在短时间做钓 第一个就是要快速鱿鱼 就颗粒多一点 对 能化的东西多一点 对 颗粒的或者是一些粉耳 有香味的东西 嗯 就多一点 那么长时间做钓 我就固体的这种化不开的 流窝的稍微多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咱们在夏季做钓的时候 选点打窝啊 选点也很关键啊 这个为什么说选点关键呢 因为夏季的这个鱼啊 它是早上跟晚上 它是觅食的高峰 嗯 那么这个早上跟晚上 因为这个水温呢 是非常适合这个鱼啊 嗯 去觅食的 去进食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靠的比较近一点的 就是比较浅一点的地方 凌晨跟黄蜂都一安静 对对 那么到了到了这个中午时候 温度高的时候 你知道到了中午温度高的时候 鱼呢 就往这个深水去了 嗯 因为底下凉快 它就待在底下去 成凉了 但是你到这种深水 真正很深的地方呢 鱼呢 它又不愿意开口 嗯 休息 你这个窝子要打在哪里呢 打在它来去的路上 嗯 就是这个深水跟浅水交界的地方 嗯 就是你 咱们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这是一个坡嘛 嗯 一个坡下面是平坦的地方 嗯 那么这个鱼呢 从下面过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交界的地方 或者到浅潜滩来的这个位置 嗯 这个地方是它的比较 比较 停留的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食物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坡上面或者有食物啊 都会滚下来 嗯 那么像一些水库呢 它是这种山凹的这种形状的 对吧 这种这种形状的 嗯 这种形状的 中间深 对 两边是浅的 中间是深的 这个一个山沟一样的 嗯 那么这个山沟里面 从这下面的深的地方 到浅的地方 这一带都是鱼 停留的地方 嗯 都是它密室的地方 所以咱们早点呢 就是要找到这个 深浅水交界的地方 嗯 那么相对来说 如果温度 比较高的天气啊 那会偏深 温度比较正常 就是比较舒服的天气 偏浅 嗯 这样的一个选点的一个方法 嗯 这就是为什么说 其实这个理论也是有 不同的解释啊 对 有些人说喜欢钓滑坚 嗯 滑坚其实就是深浅水交界这一个 对对对 再一个就是像那个 西南地区他们说 钓那个坎 对 那边其实一样道理 其实也就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它这个 鱼它所巡游的这个路线 它都是 找那种勾勾的 藏身的地方啊 嗯 比较安全的地方 那么就是一些深浅水来回啊 他们就是 啊 就是觅食 食物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嗯 以安全的地方 一个安全 一个是有食物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咱们就找这些深浅水交界啊 啊 有坎的地方啊 斜坡下面啊 等等啊 都可以打窝子 这个打窝子可以先探一下啊 对对 拿钢子 拿长钢子探一下底 嗯 第三个 就是咱们就是根据这个水域的大小 来打 大窝还是打小窝 嗯 水域面积大 如果你长时间做掉 那么你可以打大窝 嗯 那么水域面积小 你短时间做掉的情况下 那窝子就稍微打小一点 嗯 大水域的话是不是还得有个仰窝的概念 对大水域它就是要追求一个养窝 留窝 嗯 先把鱼又进来 留在窝子里面再来做掉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在打的时候呢 比如说像这种 一百多亩两三百亩的这种水域啊 嗯 你如果要打大窝 尝试先做掉的情况下 那么你第一天可以打二十斤 嗯 第二天打十斤 第三天打五斤 你先养个三天 到了第三天之后 你来做掉的时候 嗯 掉完了再打个五斤 掉完了再打个五斤 这样去保证就是说 第一天有大大量的食物下来 把周边的鱼先诱进来再说 嗯 然后第二天慢慢慢慢去减少 到你去掉的时候呢 窝子里面它就不会存在很多大量的窝子 嗯 如果你反过来啊 你先打五斤 十斤再打二十斤 最后你会发现 你勾而扔下去 它就不咬了 找不到了 鱼有在窝子里 它就不咬你的钩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底下都是窝鳥 等你一走了 别人一起窝又发窝了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就是你到了最后你在做掉的时候呢 你每天掉完了可以再补个五斤 掉完了再补个五斤 那么水域面积小 相对来说就不用打得太大了 是吧 那么你按一定的比率 去把这个窝料的量去缩小 但是同样的是保持一个多少少再补 这样一个频率 这样来打窝子 那是不是我们也得先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水域里面鱼多不多 鱼密度大不大 比方说像你说的 如果说第一天打了二十斤 但是这里其实鱼很稀 水面很大 但鱼很稀的话 那这个会造成错底的 如果像夏季的话 其实是这样子 时间长了 它其实是会抽底的 你过了半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底下的窝料 它感觉会发酵的 发酵的这个时候 有时候你感觉鱼在窝子里 其实它都是在你里底的位置 把鱼已经上来了 一下不呆了 对闻到东西很香 但是我鼻子一靠近底了 这个味道又受不了了 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咱们在做掉的时候 也要去控制一定的量 尤其是咱们在掉螺丝青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死螺丝去打 死螺丝打下去 它很容易就错掉了 你像这种颗粒玉米 它最多发酵就是发酸了 或者是变味了怎么样的 还好一点 那么这种螺丝在底下就错了 死螺丝 那么在打窝子的时候 咱们有打窝有一些方法 就是你要打带状的 还是打这种十字打窝的 针对大水域 对就是说你打窝怎么去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打 把这个窝子打得发窝更快 其实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之前也有讲过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 可以添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老巢 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十字跟带状 十字打窝法跟带状 我感觉这个针对大水域 还是挺有用的 对 最后一个 就是咱们去根据你钓的不同的鱼 去打窝 那么像这些咱们 比较常见的 人家扁鱼 翘嘴 草鱼等等 这种鱼它是中上层鱼 对吧 中上层鱼这种 其实就是说 你在当天去钓 当天去打 你就是说边钓边打 保持一定的频率去投窝 都可以 都可以 那么像草鱼呢 也有大家也有钓友会说 我可以先打我 是可以先打我 但是你如果 这两天没时间钓 你可以先打我 但是你如果接下来几天都在这里钓 其实你都不用了 你就是每天边钓边打边边边 这个窝子里面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 这个两三天的鱼 它肯定是会有鱼进来的 因为草鱼或者是 呃 翘嘴啊 这个扁鱼啊 你这个颗粒下去的动静稍微大一点 它都不会有影响 嗯 但是像青鱼跟鲤鱼这种底层密实的鱼种啊 嗯 它就会有影响了 你就得提前打 你也得提前打 把窝子先做好 再来做钓 嗯 那么你如果说边钓边打边钓边打 它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像那个青鱼跟草鱼 嗯 或是鲤鱼啊 我感觉它们还是有点那种领地概念 就它不会说满满堂子去转 对啊 然后它可能就固定在这一小块地方 嗯 然后如果说像鲤鱼跟翘嘴啊 它们就乱游了 就上层了 对乱游了 就上层了到处跑了 嗯 哪里有东西吃它就往哪里跑 那所以说这个的话 底层就用处不是那么大 对对对 中上层的鱼呢 其实可以通过这个频率啊 或者一些轻微的响动啊 就把鱼游过来 嗯 我经常看到你钓的时候 隔一两分钟甩个三四颗 对 这是其实是为了 是为了把那个过路的鱼给截下来 是吧 也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 颗粒下来的话 它会造成猪边有一定的震动 嗯 鱼的侧线它能感觉到 哪个地方有东西掉下来 本身像这些翘嘴 它就在水面上 哪里有东西掉了 就过去了 其实扁鱼也差不多这种 草鱼呢其实也是这样的 它就是挨着这个草 有树枝啊或者岸边啊 这样去巡游 哪里有东西掉下来 它马上跑过去了 嗯啊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动静去先把鱼吸引过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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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